王曼玉 我看了他打了很多比赛 然后对他的现在这种判断 我感觉他现在还不是头 现在还不是顶峰 还没有倒退 他还有空间 现在你看王曼玉 近台他有 中台他有 包括远台他力量更有 所以说个子也大 力量也好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取得了单打世界冠军 再加上之前最小的时候 可能心态上相对来说保守一些 或者什么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力量 心态也没有问题 现在我感觉他现在是目前 当今是最先进的吧 他会变成了一场比赛 他会变成一场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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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梦实际上也很优秀 他的身体条件 他的天赋 他所取得的成绩 现在都非常好 只是他们 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就是很 很微弱的 要不你稍微弱一些 要不你稍微强一些 陈梦可能是 现在年龄可能要没有 王曼玉有优势 但是他的经验 也是他的财富 陈梦实际上 他要是能坚持下去 尤其是在训练的这种时间上 各方面安排上 他能坚持 没有伤病的困扰 陈梦实际上 跟王曼玉 他不赐予王曼玉 只是年龄上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什么打 那是